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型护卫舰的这个形状 大家都知道 如果印在这个壁上 那意味着零巫斯壁应该是定型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 请来了王雨天先生 对零巫斯壁它具备哪些战略 它有可能会设置一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 请它做一个解读 要说我们海军舰队里面最认劳认怨的舰情 那非054A不可 出行率最高 出行率最高 去年还有个新闻 说我们有一艘054A 一年执行338天 这是什么概念 赶上了当年英国风帆战略舰时代的 那种环球的那种巡洋舰的这种值班时间 这种值班时间让美国海军看去 那不羡慕死 他们的军舰现在基本上六七十天 都要回港去大修一次 做保养一次 那我们的这个护卫舰现在这么正老人员 成本又低 然后执行率还高 可以说那是特别的香 之所以我们054A 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执行能力 一个是跟它的设计就有关系 首先就是它的舰型设计的比较合适 既适合近海也适合远海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动力 就是用拆油机 虽然它可能跑的不是太快 最大速度是28节 但是省油 所以说省油的东西谁不喜欢 所以我们054A 执量造了好多好多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就是发现 054A上面有一些东西 可能慢慢的也是跟不上时代了 需要升级了 其中首先就是我们说电子系统了 到现在为止还顶着一个顶板雷达 这个雷达虽然说还够用 但是明显跟现在大批量的 各种相控阵雷达比 那就显得就很落伍了 再说我们中国又不是缺相控阵雷达 最先进的雷达都在我们这 然后我们的会计界 还用这么老式的雷达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就算节省成本 也不能节省到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的054B 首先升级的肯定是电子系统 然后另外一个改进的就是吨位 054A是4000吨出头 跟现在欧洲普遍大型化的呼吁舰比 就有点小了 再加上我们未来舰队远洋的任务 肯定是会越来越增加的 增加它的远洋横行性能 那就增加冬位了 根据现在网上的一些 找出来的一些论文的公开数据 大概就是可能5000吨左右 冬位增加了大概1000吨 然后当然动力系统也要升级了 这是054B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我们知道我们054B 我们它就定位在就是一个哨件 就是我们前出进行的一个防空 还有一个反潜 就是作为一个哨件 那么对于反潜性能来说 用柴油机的话 它的噪声比较大 因为柴油机我们知道 还是凸凸凸凸凸凸这种 尤其是低频噪声 它这个是很难抑制的 高频噪声好抑制 用一些软质材料 用一些吸音层就能吸掉 但是低频噪声 就很容易通过柴油机 就是透露到 通过溅壳 传到海水里 所以最大的升级 还是我们这次动力全电推进 而且是最先进的 中压支流全电推进 据黑色 可能会有4台柴油机 共同进行发电 发电再通过电动机 来推动我们这个呼吻件 而进行前进 然后它这上面有强大的发电能力 可以让我们的雷达 供应的功率也更高 电子战的发射功率也更强 未来甚至有可能会上一些 电向能武器 新兴的武器 激光 什么电磁炮等等 都有可能上 未来就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所以经过这么一个改进的054B 可以说它的性能 跟以前054A相比 就是大大的提升 但是使用成本并没有提升 因为我们知道全电推进省油 省油的同时还能带来 极高的性能提升 这可以说它依然是我们未来的 海军的中流砥柱 那么它的武器系统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 提升啊 目前武器系统方面 现在还众说蜚蜜 有人说它有可能会换上 我们的052D 或者是055上面的这种 通用锤发系统 但是因为这个船相对 还是相对比较小 那么它如果装上这么大的锤发 虽然增加了导弹的通用性 可是呢就是有可能会缩减它的导弹数量 至于是不是这么装呢 现在还不一定 就是说还是在以前的这种小的锤发上 热锤发上进行改进 还是说我们真用新一代的 这种冷热供价的锤发 现在看来呢 就是在小会见上用这种通用锤发 有可能会带来载弹量的降低 是不是合适呢 还需要权衡 我觉得不管是它的防空导弹 反舰导弹能力会不会增加 但是它的主要功能得到提高了 就是反潜 是水平提高了 解决了这个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就非常厉害了 既然呢 纪念碑都出来了 我们期待着 在今后的某次活动当中 能见到它的真身 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防污面里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